我們今天會講一個題目 IPO IPO是什麼呢 I 意思是Input 即是中文的輸入 好了 P 就是Process 處理 最後是Old 應該大家猜到了 就是Output 輸出 好了 這個IPO為什麼 是這麼重要呢 其實不單止在電腦系統 日常生活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IPO這個概念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 衣服髒了 衣服髒了 髒了 好了 首先呢 我會把衣服放在一個洗衣機上 洗衣機上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Input 當 衣服洗衣機在洗衣機洗衣機的時候 這個洗衣機其中 我們就叫做Process 最後 好了 我們這件衣服很乾淨的出來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Output 好了 除了一隻常生活之外 我們還 譬如說在我們電腦 電腦當中 我們按 A 在鍵盤上按A這個鍵 就是我們的輸入 電腦不知道做什麼 處理了一會兒 然後呢 就是我們的Process 最後出回來 在Screen 上 看到A字 就是我們的Output 好了 大家就回去看看 究竟 還有沒有其他IPO的例子呢 說明